哈囉大家好我是Beech鴨子 最近台東的嘎歐類機台還是處在一個沒有卡片的狀態 想玩都不能玩 不過沒關係 第二彈即將要推出了 沒意外 最慢2月6號就能在台東玩到了 在此之前呢 為了解解干影 鴨子就跑到了嘎歐類的官方網站去看了第二彈的卡甲資訊 也順便做了功課 對於即將登場的10張五星卡呢 做了簡單的整理 分享給大家 一起來看看 首先第一張是索爾加雷歐 妖精加上剛系的寶可夢 弱點是地面幽靈火系 惡系 這裡呢 鴨子推薦的卡片有四星的智燕咆哮虎 跟四星的橘色術銷 那這張日獅跟一彈的日獅有一些不同 這張比較強 不過應該兩者沒有差太多 再來要看到是月神陸奈亞拉 屬性是超能力系加上幽靈系 弱點被幽靈跟惡系給雙克 推薦的卡片一樣是四星的智燕咆哮虎 跟四星的橘色術銷 這張呢 也跟一彈的月神不同 二彈的比較強 不過應該也是不會差到太多 接下來要看到是坐姿跟站姿的鬼龍 屬性是幽靈加上龍系 弱點是惡系幽靈 龍系妖精兵系 推薦卡片一樣有四星的智燕咆哮虎 跟四星的橘色術銷 不過考量到術銷會被鬼龍的暗影前夕給嗑到 所以呢比較推薦四星快龍 當然二彈的四星Mega暴飛龍野型 再來要看到是五星特別的卡片 皮卡丘 電屬性的寶可夢弱點是地面 推薦對戰的卡片是二彈的 誓殺寶爺 這個牌子其實沒有看過 但這張卡呢要是硬要針對屬性下去解 其實只要使用一般有Z招式的 像是咆哮虎快龍還是術銷 穿著熊等等也都是能處理的 然後要看到的是雷吉奇卡斯 一般屬性的寶可夢弱點屬性是格鬥 推薦卡片是四星的穿著熊 跟露卡莉喔 真的感覺非常的硬 大家遇到的話要加油 然後一樣是一般屬性的阿爾奏斯 弱點一樣是格鬥 推薦卡片也一樣是四星的穿著熊 跟露卡莉喔 再來看到是二屬性的達克莱伊 弱點是格鬥 妖精 蟲系 推薦卡片一樣是四星的穿著熊 跟露卡莉喔 接著看到蒂亞盧卡 龍系加上鋼系的寶可夢 弱點屬性有格鬥跟地面 推薦卡片一樣是四星的穿著熊 跟露卡莉喔 好的沒錯你沒聽錯 看到這裡可以明顯的發現 二彈的雷吉奇卡斯 阿爾奏斯 達克莱伊 以及蒂亞盧卡 基本上就是要準備四星的穿著熊 或是露卡莉喔來對付就可以了 OK最後一張是壓著個人覺得 可能會比較棘手的一張 帕露奇亞 屬性是龍系加上水系 弱點是妖精跟龍系 推薦卡片是四星的快龍 跟二彈的五星蒂亞盧卡 怎麼說他會比較棘手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弱點是龍系 不過我們自身派上的快龍也怕龍系招式 所以呢也被克制了 整個對決起來呢會比較有風險 唯一可能比較安心的是使用蒂亞盧卡 不過這一張呢是二彈的五星卡片 或許是要呢自然有些難度就分享給大家 好勒那以上十張卡片 大家如果有認真的看的話 不難發現其實只要準備 四星的穿著熊 露卡莉歐 橘蛇樹香 智焰咆哮虎跟快龍 沒意外這五張卡片應該就可以打全部了 做完功課之後呢 阿爾的心情是扎實了點 也讓第二彈的來臨更有把握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即將要到來的 第二彈有什麼看法 也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 好的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各位 掰掰 最後恭喜傑克 就是你抽中了上一次 鴨子PTCG的獎品 再麻煩你盡快私訊鴨子的粉絲專頁 跟我聯絡 謝謝